大家好 歡迎來到Ryoutube日本文化教室 大家喜歡日本嗎? 喜歡吃日本料理嗎? 我相信大家應該知道 日本料理基本上都是用 筷子吃的 壽司 小麥麵 拉麵 懷石料理 連白飯都是用筷子吃的 但其實用筷子吃東西呢 有很多規則的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用餐禮 11個在日本用筷子吃東西 不能做的行為 博士先生 請登場 然後 就讓我來教各位 用筷子的時候不能做的行為 刺刺刺刺 寄刺刺 迷刺 刺刺刺 写刺 刺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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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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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握り箸 握り箸 模擬箸 開始箸 開始箸 立敵箸 開始箸 叩き箸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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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裡呢 就讓我來教大家 用筷子吃飯的最終奧運 哈~~ 喔尻巴士 そんなのありません 可別的事 以上是在日本用筷子不能做的行為 跟大家那里有什么不一样吗 请留言告诉我 好那这一集的RewTV 日本文化教室就到这里咯 希望大家在日本过得快乐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